8月22号也就是在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受审的前几个小时 中国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薄熙来活摘还有薄熙来器官摘取 有分析指出呢被中共隐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已经被大量的曝光 薄熙来可能被当作中共的替罪羊 那么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应该公布真相还是继续隐瞒 中共现任当权者应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薄熙来被审前大陆时报记者发现在搜索薄熙来器官摘取时 百度返回的第一条是海外著名中文电视评论节目制作人石涛的一集节目 血腥的器官摘取作者霍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输入薄熙来活摘出现标题薄熙来上台杀50万资本家 而下面的小字说明是消息人士透露法轮功所揭发的活摘器官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但显为人知的是竟有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直接卷入运作 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江泽民跟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一起干的一件很坏的大事 中共内部可能已经把薄熙来当成一个退阶羊已经完全抛弃她了 那么就是把薄熙来往死里整 目前国际舆论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和美国作家伊森古德曼运用大量调查资料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 2000年至2005年间至少有6万5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 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 今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斯雷霆恩和民主党议员军事委员资深议员安德鲁斯共同提出281号决议案 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终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并要求立即结束持续1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议案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器官移植情况进行调查 禁止那些参与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者入境美国 以在境内的要加以起诉 既然有把柄落在美国手里 当局就不得不有个交代 史达分析中共是不会承认他所犯下的罪恶的 但是在暗中他就用百度来推出 那么我们暗中承认了你也抓不到我成把柄 8月19号又自称博家族人的新浪微博账号 发文为博古夫妇辩白说 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 也不能让薄熙来夫妇独自承担 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 是当时大气候下面进行的 全国各地许罪部门都在做 只不过他们俩开了一个头 与此同时薄熙来的后台之一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从中共最高层处理薄熙来的手法可以看出 审判薄熙来并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 因为薄熙来真正的罪恶 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罪行仍然被掩盖 在审判薄熙来之后 中共高层很可能要展开对周永康的处理 中共高层北戴河命名会议前后 海外媒体不断传出周永康处境不妙的信息 北京消息人士披露 习近平已经下令在内部立案调查周永康 夏小强分析 周永康在位时 政法维稳系统形成了第二权力中央 周永康血腥维稳 造成的巨大民怨需要疏解 不解决这个问题 习近平的执政很难走下去 夏小强认为 当局把周永康抛出 为中共的罪恶买单的可能性很大 1999年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这几年来 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 活摘器官的案例被大量爆出 薄熙来和周永康 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积极追随者 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 极力地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夏小强指出 历史和上天 留给中共现任当权者的时间和机会 已经不多了 如果继续隐瞒真相 就是在对民众和国家的未来犯罪 夏小强还奉劝当权者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善用手中的权力公布真相 顺天而为会被历史铭记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否则将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后悔莫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这个项目